今天最精采的節目要開始了 我們看到黃國昌當立委以後的表現 他代表了台灣人知識分子的良知 他覺得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 我們看到黃國昌立委還是站在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 在為台灣一個美好的明天 咱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禮物 我們就是我們只要黃委員繼續堅持他的原則 為台灣打拚 達到台灣的理想 他講說台灣的立法院不能像以前一直這樣沒有進步 這句話讓我覺得說有黃國昌委員的堅持 我們的立法會會更加進步 這個就表示我們會感站在你後面給你支持 只要你繼續憑著你的知識分子的良知 向前走,謝謝你 請多謝你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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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 當初 台灣會館的董事們 邀請這趟旅行的時候 老實說我有猶豫過 那猶豫的理由 那猶豫的理由 其實是因為在立法院會期當中 我通常都會要求自己不要出國 把所有的心力放在立法院裡面 因為那是我的工作 也是選民對我的托付 但是後來答應了 只有一個最簡單的理由 那個理由就是 來跟各位說謝謝 謝謝大家對台灣的支持 謝謝大家 在美國這麼多年 有自己的事業 有自己的家庭 我相信 對於台灣人來講 在美國這個異鄉好生活 並不容易 各位雖然事業都有成 也很成功 但是 心裡能夠思思念念的台灣 為台灣過去這幾十年 民主的進程 社會更進一步的開放 做出這麼多努力 真的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這場旅行 有很多 鄉親 關心 時代力量跟民進黨的關係 我在去年選舉前 到今年選舉以後 我一直的態度沒有改變 新政府要推動的改革 時代力量 100%支持 絕對不扯後等 但是 做為一個在野黨 對行政部門 進行監督 是我們憲法下的職責 時代力量 會扮演理性監督的角色 這件事情 到目前為止 沒有任何 任何的改變 至於 有關牢記法的修正 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重點 今天 雖然我是時代力量的執行黨主席 也是時代力量的立法委員 但是 今天是 屬於台灣人的晚上 跨越政黨之間的鴻溝 我關心的是 台灣接下來的發展 過去一個禮拜 對時代力量 大概有三個評論 中國共產黨說 我們是台灣的獨流 我們的存在 對台灣不是好事情 這是新華社的評論 中國國民黨說 我們是民進黨的覆水組織 民進黨團的柯介民總召說 我們跟中國國民黨是一伙的 這些其實都不重要 時代力量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 透過我們的行動來實踐 那也留待了 大家檢驗 我今天要 帶大家看的是 從2008年到2015年 台灣人的身份認同 從這個圖表上面 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是 從2000年到2008年 台灣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 是處於一個蠻膠著的狀態 有上升 但是幅度不是那麼顯著 但是從2008年以後 整個台灣人自我認同的意識 就是那條藍色的線 不斷的上升 一直到2014年以後 到2014年那一年 攀到高峰 那2015年到2016年 大概維持一個停的水準 那 對於這個現象 觀察這個現象 第一個很自然的問題 就是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2008年到2014年 這段時間 剛好是我們的 前總統馬英九先生 他主政的時候 會發生這個現象 是因為 馬英九總統自力促進台灣認同嗎 還是馬英九總統 自力抵抗中國的統戰 那或者是馬英九總統 自力提升了台灣的價值 那這三個問題 拋出來 讓大家思考 那我相信在座心裡面 都有自己的答案 那我跟大家報告 我自己的答案 是 我們的前總統馬英九先生 在做這三件事情 在任內 他所推動的許多政策 其實並沒有 真的正向去促進 我在上面 所提出來的三個問題 那下一個問題 是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到底是誰讓整個社會 開始充滿了活力 讓整個台灣的社會 全部都動起來 我自己的答案 是 台灣的公民社會 特別是 年輕的這一代 他們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來達成 剛剛我們所看到那個圖表的目標 非常的簡單 就是在每一次又每一次 台灣的核心價值 受到威脅的時候 他們站出來 他們站出來 捍衛台灣的核心價值 而那個核心價值 不管你是支持哪一個黨派 都要 共同被遵守 也就是我們 過去這幾十年來 在很多前輩 辛苦的努力之下 我們所逐漸 開出來的 民主 自由 還有人權的保護 這三個 我認為 是台灣一直 不斷的在發展 而且 對台灣 未來 要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最重要 最重要的資產 兩千零八年的時候 陳雲林來了台灣 台北的街頭到處看到 警棍齊飛 那人民在街頭上被打得 頭破血流 那時候有一群年輕人 站了出來 他們的年紀 只有高中生到大學生 他們站出來 要求 反對國家暴力 廢除極遊惡法 這場運動 某個程度上面來說 形勢上來看是不成功的 因為最後 他們在自由廣場前面 待了二十幾天 什麼訴求 這些訴求的目標 完全沒有達成 馬政府對待他們的方式是 你們就在自由廣場前面鬧 我不答應你們 可是我也不理你們 搞到你們筋疲力盡以後 你們自己會回家 那這場運動 很多年輕人 在裡面 大家知道的 比較熟悉的林非凡 那個時候大一 那另外一位 在太陽花運動 大家也常聽到的陳偉廷 那時候高二 他們在這場運動當中 開始接觸到了 什麼叫做公民運動 那這些公民運動 他們所要保護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該怎麼做 這場運動結束了以後 我知道很多年輕的朋友 是吊著眼淚回家 挫敗 挫折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放棄過 他們回到校園裡面 繼續的耕耘 繼續的努力 那時候 也有一群公民社會的朋友 有很多社團 大家都站出來了 那希望能夠去對抗 這樣子的國家暴力 希望能夠 去捍衛台灣最基本的民主自由 台灣不是不願意跟中國交往 重點是 我們要在什麼樣子的價值基礎上交往 我們不會 絕對反對 中國的官員來到台灣 但是 當中國的官員來到台灣的時候 台灣人民所面對的 是警棍的毆打 是台北城像戒嚴一樣 我們就沒有辦法忍受 他們為什麼不能站出來 表達他們對中國的抗議 他們為什麼不能站出來 表達馬政府面對中國時候的軟弱 他們站得出來了 這是2008年的時候 所發生的事情 2008年參加這場運動 被折磨得身心俱疲的年輕人 他們後來都成為太陽化運動 的主力 那現在到今天 有一些人 還在工作 對不起 有一些人還在讀書 有一些人 現在已經進入了 小英的政府 有一些人 進入國務會 2012年 台灣最有名的 也最重要的一場運動 反媒體壟斷 我們不希望 台灣的媒體 落入少數大財團的手上 在台灣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有一些媒體是支持民進黨 批判國民黨 有一些媒體是批判民進黨 支持國民黨 有所謂偏藍或偏綠的媒體 但是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台灣不太有媒體 特別是電子媒體 敢批評中國共產黨 問題是 媒體作為民主憲政社會當中 最重要的第四權 富有捍衛這個民主體制 非常重要的核心價值功能 但是面對對台灣 威脅最嚴重 的中國共產黨 我們的媒體為什麼反而噤聲 為什麼不敢講話 而當這些媒體 落入少數的財團手上 這些財團 又因為自己在中國市場上面的利益 不敢講話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我們接下來 會非常的擔心 台灣的民主 接下來 要如何的進步 如何成為可能 那這場運動 一樣 不是任何政黨發動 是公民社會走在前面 喊出了 反媒體壟斷 我們要立專法的訴求 而民進黨 率先表示支持 中國國民黨 接下來 也跟上來了 他們也表示支持 那個時候在 立法院的審議活動當中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這張照片 這是立法委員 在審 反媒體壟斷專法的時候 有一個年輕人 站在後面 指導他 當那個年輕人點頭 這個立法委員 就贊成 當那個年輕人搖頭 這個立法委員 就反對 那一反對這個年輕人 就會第一張紙條給他 那就看了這張紙條 說本席建議 這個條文要如何修正 那這位年輕人是誰 他是國內 研究媒體法的專家嗎 不是 他是財團 所成立的團體 派出來的法律顧問 在我們的國會殿堂當中 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控制著立法的內容 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影響著 我們反媒體壟斷專法 到底要怎麼定 我想 不管你是支持哪一個政黨 你看到我們的國會 如果出現這樣子的現象 你會開始問一個問題 我們所選出來的立法委員 到底是為他的人民 為他的選民負責 為他的人民發聲 還是 我們已經陷入一個裁判治國 的狀態 同一年夏天 我們的立法院 在會期的最後一天 晚上11點 整個立法院的議事殿堂 空空框框 沒有立法委員在 只有一個主席院長 在上面念條文 通過了會計法的修正 什麼是會計法的修正 我簡單的講 就是會計法修了以後 這個法律通過了以後 所有拿納稅人的錢 特別費地方民意代表 自己拿去私用 去喝花酒 全部都免除法律責任 沒有刑事責任 沒有行政責任 什麼責任都沒有 已經在坐牢的 馬上可以放出來 最典型的代表人物 那個時候的立法委員 嚴金標先生 他那個時候已經在坐牢 第二天 新聞出來的時候 沒有人 有辦法相信 這件事情 怎麼會發生 問這部法律到底怎麼過的 原來是前一天中午 有幾個人 躲在一個小房間裡面 談好了 大家都談好了 這件事情就這樣解決 這是歷史貢業 所以我們 所有參與的黨團 大家都同意 這個法律就這樣修 這是誰的貢業 這是政治人物的貢業 還是台灣社會的貢業 還是人民的貢業 為什麼這種事情幹得出來 公民社會再一度跳到第一線 站出來反對 站出來抗議 我們怒吼 到底誰做這個決定的 請站出來負責 後來發現 沒有人承認他們做這個決定 那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誰要負責 這件事情也沒有任何人負責 我們的國會 出了問題 民主政治 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責任政治 人民給你權利 你可以做決定 但是你做了這個決定 你必須要負責 負責任的對象 是選你出來的人民 出了這件事情 大家嘴巴都閉上 沒有人承認 整個社會滑來 也沒有人需要負責 我這時候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在想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如果這種事情沒有人需要負責的話 那政治人物以後 怎麼會怕 一次 今天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下一次不可以 不管你支持哪一個政黨 這不是參與政治 最基本的底線嗎 我們那個時候 想出的一件事情就是 當政客背棄人民的時候 人民手上有什麼武器 所以開始推動 憲法133的運動 也就是讓人民受到法律 受到憲法所保障的罷免權 我可以選你 我就可以罷免你 把罷免權還給人民 開始發展了 第一次大規模的罷免運動 也就是後來大家 在太陽花運動 所看到的戈籃尾 在太陽花運動 2013年 又發生了九月政爭 我們的國會議長 跑去 打電話給法務部長 叫他針對特定的司法案件 不要提起上訴 我們的檢查總長 知道這件事情以後 借電信息 拿著 監聽的資料 違法 洩漏給當時的總統 馬英九先生 馬英九先生 出來召開記者會 那同時以中國國民黨黨主席的身份 剝奪王金平先生的黨籍 還要撤換立法院院長 那這件事情發生的脈絡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那個時候 胡茂已經簽了 那時候胡茂已經簽了 那簽胡茂的時候 在立法院裡面 遭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 那遭遇到的困難 包括有一群人很不適向 一天到晚 要求立法院召開公平會 這件事情影響台灣太大了 台灣內部 有人支持胡茂 有人反對胡茂 有人支持胡茂 但是反對簽成那個樣子 那因為簽的條文太多了 從食衣住行 生老病死 你大概一個人 從出生到死亡 可以碰到的服務業 全部都被胡茂cover了 有很多台灣的商人把它看成是商機 認為是從台灣藉由中國走向世界 一個必要的協議 那有人擔心 對於台灣的民主自由 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 造成了重大的威脅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 在公民團體的堅持之下 開了18場公平會 那那個時候推不動的時候 有人怪到王金平頭上 所以馬英九希望拔掉王金平 立法院長的位置 當時我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非常憤怒 我憤怒的理由在於說 這幾個人 把國家搞得誤嚴障性 哪一個國家的議長 可以打電話去給法務部長 叫他針對特定的案件不用提起上訴 而自己還有臉帶在位置上 台灣的司法要改革 檢察官或許有濫行上訴 但問題是你做事情的方式是 通盤的檢討檢察官的濫行上訴 對所有的人 用一樣的標準去處理 還是只有有錢有勢 的政治人物 有辦法可以拜託王金平打這通電話的人 可以免除檢察官的迫害 我當初出來罵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很多綠營的朋友罵我 罵我的理由是我不視像 我為什麼不視像 那個時候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把馬英九 阻止馬英九為二 馬英九有沒有做錯事 作為一個法學教授 我當然有我自己的判斷 我跟很多朋友 一起發表了一個文章 那個文章就是 馬總統你已經跨越了民主憲政的紅線 你怎麼可以 透過你黨主席的身份 把你的手伸到國會裡面去 用開除黨籍的方式 想要更換立法院院長 我們對於台灣目前的憲法 縱使有太多的木板 但是它 包含了一個最重要的憲政原理 就是行政立法相互監督制衡 如果今天馬英九可以這樣看 整個憲政 行政立法相互監督制衡的體制 被它破壞 整個就瓦解 整個就崩潰 那在這個國家裡面 到底還有什麼機關 能夠有效的防止 行政權的濫權 那個時候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我們為了要處理大惡 必須先容忍小惡 這句話 我聽懂 我也完全了解 那個時候 這樣告訴我朋友 的心情 但是我的想法 非常的簡單 這件事情 該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如果我們今天是用雙重的標準 因為留著王金平 對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有幫助 而對於他 去關說司法的事情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就算了的話 那我們要如何告訴我們的人民 司法是正義的 沒有人在法律之上 也沒有人在法律之下 每一個人在法律之前 都是公平 那不過 事但立估 針對王金平的部分 後來的 國會就責程序 令人失望透頂 超超了事 不過 在整齣戲裡面 最後付出代價的叫黃世民 他被判有罪 確定 那但是 他的有罪確定判決可以用 法律去譯科 他最後 用最高檢察署 主任檢察官的身份退休 到現在為止每個月領十七萬六千元的月退休後 領到他可以死亡為止 這個是台灣的司法改革 一個做了最嚴重最不應該的事情的人 在法院判決確定了以後 我們在2011年所修正通過的法官法 那個時候民間社會最強的期待 就是要監督淘汰壞法官 跟檢察官 結果他已經被判有罪確定 他讓所有的基層檢察官蒙羞 他讓整個檢察體系的士氣大受打擊 檢察體系裡面 位置最高權力最大最受敬重的檢察總長 帶頭違法幹這種事情 讓多少年輕的檢察官傷心落淚 讓多少年輕的檢察官士氣深受打擊 我知道很多人對台灣的司法很不滿 但是我可以很負責任的跟大家報告 年輕一輩的法官跟檢察官 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 充滿了理想跟熱情 他們希望藉由法律 藉由司法改變台灣這個社會 九月正真的鬧劇 那個時候 有少數的幾個人 這個在社會裡面 被稱為少數人 少數不聽話的人 跑到總統府前面 10月8號晚上去拉布條 一直坐到10月10號 因為我們不知道 剛剛那幾個人 把這個國家搞得無焉障劑 到底有什麼資格 10月4號坐在那邊 帶領全國的人民 去慶祝一個所謂的國慶 10月10號那一天 一群人站出來 全部穿白色衣服 就是大家知道的白衣戰軍 他們支持特定的政黨嗎 沒有 就是一群年輕人 那這群年輕人 有的來自於所謂本省的家庭 有的來自於所謂外省的家庭 我認識裡面非常多的年輕人 他的父母 他的爺爺奶奶 是所謂生藍的家庭 但是那個標籤那個鋪馬 對於這群年輕人來講 毫無意義 他們在台灣這塊土地長大 在受教育的過程當中 在啟發的過程當中 他們知道有一些核心的價值 不管你支持哪一個政黨 要共同捍衛 也不管你支持哪一個政黨 當有政黨 他的所作所為 侵蝕了這些價值的時候 你要站出來抗議 所以他們站出來 他們是為了挺民進黨站出來嗎 不是 那裡面 沒有民進黨的黨員 沒有民進黨的黨工 就是一群對於台灣公民社會 所必須要捍衛的價值 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 懷抱著共同的理想跟熱情 而站出來的一群人 我想這張照片 大家一看就知道 講的就是 黑箱福茂協議 張慶忠 30秒通過的那段歷史 有沒有開過公聽會 有啊 開了18場公聽會 那些公聽會為我們參加 我也有參加 那參加那個公聽會 跟在作秀一樣 什麼叫做秀一樣 最基本的問題 行政官員都答不出來 在美國簽FTA 聯邦政府在送交不會審議以前 要不要做衝擊評估影響報告 一定要做衝擊評估影響報告 在TPA的法制裡面明確的規範 台灣的行政部門有沒有做衝擊評估影響報告 他們說有 什麼時候做 簽了以後才做 做的內容是什麼 就像在作文一樣 開完公聽會了以後 中國國民黨說 這件事情已經鬧太久 從簽約 到公聽會開完 整整拖了9個月 不過不行 所以張慶忠用30秒 宣布通過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這群參與太陽化運動的朋友 如同我剛剛跟大家報告 其實有三個主要的軸線 第一個軸線就是 根本反中國 反中共 第二個軸線 其實也是這股運動最大的支撐力量 其實是要捍衛台灣民主憲政的價值 有很多法界的朋友 也有很多所謂的凝準 質疑我們 你們是不是對於特定的法案不爽 你們就可以衝到立法院 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說明 花了很多的時間辯護 一次又一次的想辦法 讓人民可以了解說 當台灣的民主憲政 在懸崖旁邊 再退一步就要跳下去的時候 我們退無可退 不透過這樣的方式 不知道 要怎麼樣扭轉這個情勢 黑箱服帽 擋下來了 兩大政黨 也都同意要制定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那當然 有很多台灣的人 最近的民調顯示 大概有三成五認為台灣跟中國是國與國關係 另外四成五 決定是 覺得是特殊國與國關係 認為台灣跟中國 是所謂 一國的關係 現在台灣的民意支持度 沒有百分之十 所以你說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或許 更好的名稱是兩國協議監督條例 那這些 這些運動 一次 又一次 所爆發出來的能量 從2008年野草莓運動 徹底的灰頭塗臉 到2014年的時候 有這麼多人站出來 而且站出來的都是 可能平常 被我們老一輩的前輩 認為是草莓族的這群年輕人 這群草莓族 不知道自己人生的方向 吃不了苦 更對於 整個公共事務 國家的潛途 莫不關心 那這樣子的評論或許是 停留在過去的印象 停留在說 為什麼這些人沒有站出來 反對中國國民黨 但是我 作為實際的參與者 一次又一次的 不管是靜靜的站在旁邊聲援 還是作為實際積極的參與者 我自己的觀察是 這群年輕人 有想法 有衝勁 有理想 而且折善固執 他們不會被摸頭 也不會被戳掉 你今天跟我講什麼話 你告訴我你要做什麼事 你告訴我你堅持什麼價值 我在腦海裡面記得非常清楚 我相信你 我跟著你一起努力 但是當我發現 你根本沒有真心在堅持那些價值 你根本沒有要去做 你當初承諾大家要去做的事情 他也會記在腦袋裡面 他會跳出來質問你 當初做好的承諾呢 那這一群 這一波一波的公民運動 激發出來的能量 累積起來的成果 讓台灣人民 在今年1月15號晚上的時候 大家充滿了期待 充滿了興奮 我們要有一個新的政府 我們要有一個新的國會 我們要開始收拾過去 被搞爛的整個國家機器 我們必須要從頭開始收拾 讓我們所共通 擁抱的那一些價值 那一些理想 能夠在政治的場域獲得實現 今天 我們還記得 我們在堅持什麼價值嗎 我知道 對很多 旅美的鄉親而言 讓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獨立 建國 自信 是過去這幾十年 省吃減用 勒緊褲帶 自己吃不飽穿不暖 也要把錢存下來 寄回去台灣 讓那些在第一線衝鋒憲政的人 有後援 想要達成的理想 各位不用懷疑 我跟各位 有一樣的夢想 我必須要說的是 成立一個正常的國家 然後呢 我們要的正常的國家 它的面貌是什麼 它的內涵是什麼 如果今天台灣 真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是我們剛剛所看到 那幾年發生下來的事情 一樣發生 那我們必須要真的問自己說 這個國家 它成就了什麼事 它帶給人民了什麼 當然 在走上那條道路之前 我們看這一連串 我剛剛帶各位看 那些公民運動的歷程 那些公民運動 有很多人都是說 學生就是 年輕人就是不好好讀書 不好好認真工作 而且剛剛招出來咬八岔 不知道社會的現實 整天只會出來胡鬧 一天到晚抗爭 對國家一點貢獻都沒有 對國家一點幫助都沒有 沒有生產力草莓豬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希望的是 我們建立一個正常化的國家 在這個國家當中 就像美國 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 權力彼此之間是要相互監督制衡 行政權濫用 國會可以監督 司法作為最後的防線 而權力的相互監督制衡 它要達成的目標就是 保護這個國家每一個人的人權 按照 讓每一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 自己的興趣自己的偏好 在這個國家當中 自由自在的去追尋自己人生的夢想 就像各位當初來美國打拼的時候一樣 我們更期待的是 不要再搞黑商的政治 不要再搞精英的政治 讓政治不是封閉的 不是獨斷的 而是透明的 是開放的 是參與的 是由下而上的 這樣子 你才能夠真的說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不是 人民在投票的那一天的時候是主人 投完票了以後就變成奴才 累積的這些運動 我們大概 在2016年投票以前 社會上主流的民意 所形成的共識 或者是 我換一個角度講 10月15號晚上 充滿了期待跟興奮的人 他們希望1月16號以後 能夠造成的改變 我們如果限縮在過去這幾年的運動 所累積下來的訴求 我們要修集會有行保障法 保障人民集會有行的權利 我們要修公民投票法 讓人民可以透過公民投票 來決定公共事務 就像各位在下個禮拜二 要投票的時候 除了總統 除了州的議員 我看在加州 Proposition非常的多 你們可以透過你們的選票 要直接的去參與那些公共事務 我們要有反媒體壟斷戰法 我們要有兩國協議監督條例 我們要有憲政改革 問題是 現實是什麼 現實是 集會有行保障法 雖然完成了委員會的審議 到目前 遲遲不肯排上院會 公民投票法 也完成了委員會的審議 到現在也遲遲不肯排上院會 說好的 反媒體壟斷專法 到目前為止 委員會一次都沒有排 兩國協議監督條例 委員會也一次都沒有排 憲政改革 我們提出了 發動憲政改革的提案 也連署到了必要的人 但是 目前躺在 議事處的桌上 毫無進展 這些事情 什麼時候要做 為什麼現在不做 以前的理由是因為 國會席制不夠 中國國民黨在這些法案裡面 全面的阻撓 現在的理由是什麼呢 我不懂 我也不知道 這些法案 我每一個法案 都有寫草案 也都進去委員會裡面 討論 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到底在等什麼 沒有時間嗎 不要騙人了 立法院可以花那麼多時間 去排考察 可以花那麼多時間 開完半天會以後 宣布休息 大家各自回家 可以花那麼多時間 讓議事空轉 讓議事空轉 然後你告訴人民說 我們沒有時間 處理這些事情 我真實的話只有一句 不要騙人 這是 在中國國民黨執政的時期 民主進步黨黨團所提出來的提案 提案的內容很簡單 軍工將 退休 在台灣已經有超高所得替代率 的年金了 為什麼還會發年終獎金 年終獎金是有工作的人 他要慰勞你一年辛苦的工作 所以我發年終獎金給你 退休的軍公教 為什麼發年終獎金 民進黨提案 之前是主張全三 後來做了一些妥協 兩萬元以下的再發 今年我拿到預算書的時候 立法院現在正在審預算 我看了預算書 嚇一大跳 今年還有沒有編 軍工叫的年終會問金 有啊 標準不是兩萬 是兩萬五 是當初我們在野的時候 我們所反對的事情 現在國會過半 行政權也拿到了 為什麼要變 我之所以 談到新世代對國家 新國家的展望 我只是想跟各位報告說 現在 很多 在過去這幾年 幾年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 的年輕人 他們對於 這個國家 未來希望有的樣貌 絕對不是在空巷 他們對於這個國家 希望有的樣貌 在過去這幾年當中 當政治人物 晉升不敢講話 當政治人物 沒有辦法 帶動這些改革 他們衝在前面 讓公民社會爆發出了這些能量 去創造 整個社會改變的契機 花了很多時間 花了很多心血 因為那是他們相信的東西 我就是因為相信他 我不是受到誰的縮使 我也絕對不是收了誰的五百塊 我才去參加那些活動 我是用我的青春 想要去捍衛那些這樣子 當我創造出了這些改變的機會的時候 你告訴我說 你說 你在意的事情 其實我們並沒有真的那麼在意 你在意的事情 其實我們現在 並沒有打算要做 因為我們有很多 考慮 設身處地 換一個角度想 如果你是當初站在第一線 為這些事情 在衝鋒獻證的人 你會有什麼心情 你必須要很努力 才有辦法讓自己不灰心 不會懷疑自己之前做過的事情 毫無價值 也不會懷疑自己 原來是傻子 你必須要另外找到動力 你才有辦法支持下去 打倒中國國民黨 當然 不好意思 我再做如果有中國國民黨的黨員請原諒 因為我從不避諱 我簡單講一句話 不要懷疑我要消滅中國國民黨的決心 但是我也要講一句話 不要天真的以為 只要喊出一句打倒中國國民黨最重要 其他的事情就通通都可以忘 其他的事情就通通都可以擺在旁邊 打倒中國國民黨 背後有更重要的價值 要去努力 要去實踐 正是為了 這一些價值 那個就是我們今天如果要討論新世代對於新國家的願景 我們在想的是什麼 希望做的是什麼 理由不 所要實現的價值不就是這些事情嗎 因為時間的關係 其實我很少講完話不留Q&A的時間 不過因為要去機場 配合大會的安排 我可能必須這邊要停住 最後只容我 跟各位最後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 前一陣子發生了爭議 勞基法的修正 不是 真正引爆衝突的核心 勞基法的修正 要怎麼幹 勞資雙方的利益可以最平衡 兼顧台灣經濟發展的需要 跟勞工權益的保障 這些事情都可以討論 都可以談 很複雜 很複雜 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正是因為 要討論很複雜 我沒有辦法容忍 對不起 我就真的沒有辦法容忍 去做自己自己過去反對的事情 忘了 我們為什麼他建立法院 我們要創造什麼改變 我們希望我們的意識殿堂變成什麼樣子 那至於說 其他的那些 各位在媒體上面看到 的一些風言風語 看我沒有 自己沒有跳出來解釋 是因為我覺得把整個言論的層次 停留在說 我到底有沒有哭 我那時候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老實跟大家報告 我只有苦笑 所以這個就是台灣新聞的水準 然後問我有 然後先說我在那邊痛哭 然後後來有人用我哭當作理由 再說我假哭 整個事情的發展已經 out of hand 作為現代的公民 我們可以做的 就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去看最原始的資料 那最原始的資料 現在Internet的這麼發達 怎麼做 就上網去看 立法院有隨選視訊系統 所有的檔案在立法院的網站 都看得到 那這個是我們做事情的態度 這個也是我們希望 我們教育出來的下一代做事的態度 我希望 我也相信 我們繼續往這個目標去努力 中間一定會有困難 不管是中國國民黨的阻撓 中國共產黨的唱和 但是我相信台灣人 我對台灣人有信心 我們一起努力 這些目標一定可以達成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黃委員 對台灣的願行做這麼精彩的演說 謝謝他